2月7日晚 美国华人营建工会在申盖博举办2019年新春联欢活动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的代表吴国庆 洛杉矶县地税估值官杰弗里潘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组组长汤长安 和副领事石俊豪等各界人士近600人与会 1982年成立的美国华人营建工会 旨在促进会员间的交流互动 免费培训建筑从业人员 推动会员企业的项目开发 更专业 更全面地协调和服务美国华人营建业 工会由来自12个不同国家和社区的人员构成 95%以上为华人 会员包括市政府建筑规划审批人员 建筑工程检查人员 大小建筑开发公司 以及各种建材商 设计师 材料供应商等 37年来 工会活跃于美国主流建筑开发行业 在当地社区各项主要建筑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也伴随华人的成功与发展而共同进步 房地产是我们移民美国最大的一个投资 而且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投资 所以建筑工会这样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这样一个平台对建筑行业对房地产开发 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 借助今天的新春晚会 第一呢 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更广泛的接触 得到更广泛的支援 活动中 江小冬和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理事长 美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成华等 还向汪老师美术学院的优秀学生颁发了合照 蔡成华表示 美国华人营建工会凝聚了南加州 很多优秀的建筑师设计师等 在社区的影响和发展日益壮大 称赞他们不忘培养下一代回馈社区的举动 华夏电视台记者 深盖博士采访报道